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非常的惶恐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活动都没有沈丛文参加 1949年的2月北平解放 3月22日北平文化医学工作者和华美文学举行查发会 这次文艺界的盛会没有邀请沈丛文 想一想 沈丛文在三四十年代文堂的地位 阿妈阿狗那些文艺家都邀请了 没有邀请他 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羞辱 他觉得自己被驱逐到一边 他内心非常的惶恐 而且也没有推选沈丛文的参加第一届文台会 所以这预示着沈丛文从新中国文坛的出局了 那么在那个年代大家不能理解 就是说你被革命驱逐 被革命遗弃 你没有进入到革命的这种建制内 所以大家会知道 就是很多年前 就是说你能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这是你一个中国作家被承认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是吧 所以现在这个可以有体制外的作家 其实因为中国的市场化 它引起了中国文坛的这种深刻的变化 是吧 但是呢 这种有一度 九十年代有一度 我们这个体制的很衰落 市场很厉害 是吧 然后地下输商 地下那个 当你们发现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的发展 我们的税收 财政收入逐年增大 现在中国的财政收入大到多少了 在座的有没有学双学位 这个经济学 就中国现在财政收入 每年增收一万亿人民币 一万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 是吧 将近两千亿的美元 将近两千亿的美元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大家不知道 说明了 人民群众更加热烈地 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 这么美好的幸福的生活 是吧 才有国庆六十周年的 伟大的庆典 大家才有这样的幸运 去天安门前正步走 是吧 这是很幸运 国力雄厚啊 是吧 国力雄厚我们才能够办庆典 拿出一百个亿两百个亿 小意思 是吧 你在九十年代怎么可能 所以大家一定要论清形势 是吧 一定要从心里 相信我们的党 能够把中国领导好 团结在党的周围 是吧 大家 这次一定要 把国庆的这个庆典 做好 是吧 这就是对党 伟大胜利的这个 最大的支持 是吧 所以你看一看 你看看这个 沈松文那一项 没有让他参加茶话会 是吧 没有让他在第一次文在会 他就疯掉 是吧 现在 他都没关系 现在你们同学 被邀请去参加正步走的 那你觉得很关 是吧 没有去参加正步走的 你也觉得没有关系 是吧 但在五十年代不一样 六十年代不一样 要审查你的祖宗三代 政治上又红又庄 是吧 然后才去正步走 那你没有正步走的 你就担心自己 是不是这个 受到打了 不幸的呢 那么也要回去写字记 是吧 也要藏在枕头之下 所以沈松文就说 我想喊一喊 想哭一哭 想不出我是谁 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 就是我手中的笔 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失去 每个字都冻结到纸上 完全失去相互间的关系 失去意义 所以从文学史的意义来看 沈松文是最早演绎的 中国知识分子 与革命群体的断裂 与错位关系 在那些建国初 春风得意的文艺家们看来 沈松文实在是一个 在处理文学和革命关系上 做得极为失败的例子 所以这则日记的表现了 社会主义文学建制 与边缘化的个体构成了关系 社会主义文 革命文学建制 在其初创阶段 就具有如此强大的魔力 但是作家个体无法面对 被建制抛离的境遇 在于主流的建制构成了关系与军中 沈松文的典型性意义 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展开的鲜明特征 就在于它有强大的建制 在建国初期 革命文艺的建制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经过讲话的洗礼的知识分子 早已具有革命的主动性 已经自觉地把文艺 作为革命式的一部分来看待 而国统区的作家艺术家 则面临着被建制化的困难 他们是建制化的对立员 建制化一定要以正义的形式来展开 毛泽东说过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革命文艺也同样如此 第一次文大会展开了 对国统区文艺的极对批判 就是要为革命文艺的建制化 划行敌友阵线 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在斗争中建立起来 建国后的一系列集结的批判运动 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建制化的有其步骤 沈从文和胡锋 不幸成为最早的一级分子 他们的重情欧歌和狂人日记 都无济于世 这一首是颂歌 这是重情欧歌 另一个是狂人日记 那么这个都没有办法 都无法阻挡历史对他们的驱除 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将要以不可抗拒的历史强力 开创崭新的时代 关键大家理解几点 一个就是 小眼目我们父母之间的 这本小说到底写了些什么 最好能够读一下这篇小说 这篇小说不长 但它其实写得非常简单和朴素 是一个小说叙述的非常明晰的一篇作品 今天看起来在艺术上当然是非常单纯了 谈不上有多高超的艺术技巧 但是当时的小说都是问题小说 是吧 就是反映了当时的问题 就是大量工农出身的干部呢 他们抛弃了农村的妻子 早成年的女学生为妻 当时部队进城 部队进城 大家要搞清楚 不要跟鬼子进城这个混沌起来 是吧 是部队进城 干部的他就在城里 城里呢 他们在农村有很多的老婆 是吧 他们很多人在农村都有 都是这个 都有老婆啊 都接过去都叫童亚西啊 有的时候童亚西 有些是参军前的就结婚了 都有孩子了 但是呢 到了城里一看 这女学生有文化 是吧 长得又年轻漂亮 所以他当了干部 那么然后就把农村的妻子呢 要抛弃 要换妻 那个时候在建国初是一个 非常非常普遍的例子 非常普遍的现象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他揭示了当时的一些问题 当时呢 小说的其实呢 是描写了他妻子的一些固执的缺点 但整体上 还是歌颂了工农出身的妻子的高尚的品格 但是就这样呢 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那么这个批判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哪一些人在批判 大家了解一下 丁林 陈勇 陈勇这也是一个比较这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论家 他写的 他写的小眼眸 创作的一些倾向 那么 文艺报的发表的 因为曾经得到鲁迅信论的这样一个革命文艺家 是吧 他也是和胡锋 并肩战斗的 这么一个敏锐的理论家 他们在那个年代写的这些批判的文章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年代的文艺的生存的方式 还有丁林的这个非常极烈的批判 作为一种倾向来看 给肖远牧的批评 其实这个 连肖远牧的这个利用 康卓呢 也站到了他的对务中批判他 我对肖远牧创作思想的看法 其实他还用一些私密的和朋友的信件 朋友的交往 来认为肖远牧是有受过不良思想的影响 那么 结果肖远牧呢 发表我一定要切实的改正错误 这样一个检讨 所以那个时候的斗争 就是要清除任何一点 一丝一毫的 对劳动文明不正确的态度 那么 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 要完全的驱除 肖远牧呢 其实后来呢 他是在武器干校的 他是被 斗争被 一说是病死了 一说是 这个人经常被打得万死 或者加上生病 他身体不太好 那么 因为那个时候在他的武器干校呢 就路上小孩呢 都可以打这些 叫做这个牛鬼蛇神 他经常就拿了一个饭 就被 就被别人 赵总派也好 平下中国也好 甚至这些小孩 就打他 就趴在那个摔到沟里面 然后 是这样一种情况 他后来被 后来死了 死了他又不能站在这个坟地 他就站在乱魂杆上 因为他是反革命 所以后来平反之后呢 找他的棺材没找到 找到尸骨没找到 因为棺材呢 是木头做的 所以有人写文章呢 写得很痛切 他就说 这又重演了鲁迅药的故事 是吧 药是用那个人血满头 是吧 去治 治病 那么农民呢 把他那个棺材呢 撬起来 他不知道撬有木头 是吧 我觉得知道 他也不知道 下来木头是谁 把那个棺材板呢 就拿走了 然后 他就 因为再去埋他的那个山上 就连棺材 都没有找到 可能 找到一些尸骨 所以对他的后来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 惨痛的一件事情 当然 我觉得这样一个比拟 可能也不一定恰当 但是有人怎么写文章 但是那个文章是写的 蛮催人类下 但你就会看到 在那个年代 因为写了一篇小说 他就丢掉了 他就遭到了这么 强大的这样一个驱逐 然后 一生的典沛流离 遭遇了这样的遭遇 所以 要建构一个这样一个革命文艺的梦想 一种开创一种激进的 现代主义的这样一种文艺的形式 它要输出这么多的代价 它要如此之高度而坚强地 统立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结构当中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一种文化的建构的一种方式 还有对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文章中呢 我引了这个毛泽东改的那个社论 就是《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 它有根本的性质 那么这一段是毛泽东亲笔修改的 所以这段话大家能够认真看看 这个也可能以后需要大家解释解释 在那个年代怎么理解这段话 那么也许在今天就如何去评价和认识这段话 这个社论其实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所以记得那一天王王先生演讲的时候 说带有毛的文风 这个毛的文风它是非常伶俐的 非常鲜明 它一下就抓住事物的本质 然后它是有一种真理在握 它不容之余的 它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政治上的这样一个理念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 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 斗争的时代 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 进行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 反而狂乐地宣传封建文化 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 就对反动封建统治者 洁净浓言悲戚的人士 这种丑恶的行为 难道是我们应歌颂的吗 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 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 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 作为仿衬的歌颂 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论的吗 社论指出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 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 禁止如此之多 说明了我们文艺界的思想混乱 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所以当时毛泽东写了这种之后 后来周恩来和夏野都做了检讨 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网上可以下载电影《武训传》 大家可以看看 看看那个时候的电影还是蛮有意思的 大家现在多看一些范冰冰李冰冰演的电影 也不行 还有对《武训传》研究的批判 这里是于平博 于平博呢 这个人不幸又是我们北大中文系的 他这个十五岁考入北京大学 后来于平博是出生典型的书香世家 那么曾祖是禁识基地 禁识大家知道 那么在过去大家考上百大的相当于禁识 你们知道你们考上百大多不容易吧 就是在那一年三百五十万人中 有一个人进了北大 所以你们是三百五十万分之一 所以你们是很光明的 和中国的总人口比数 那一年北大的录取数 和中国的总人口的比数是这样的 不相信大家就算一下 我算出没你们好 那么他的父亲是叹花出生 母亲乃知府知之女啊 所以从小便跟母亲学经书诗文 十三岁读胡诺门 十五岁就考入北大 诗从国学大师黄凯 黄凯跟胡锋是老乡 是齐春的 你知道吗 黄凯 所以大家看一看 其实他1922年 1922年他就写下胡诺门变 就二十一岁了 所以这在当时 与胡诺的胡诺门考证的 改定稿被称为新红学的代表作 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 那么这里面大家就注意到 就是说 那个时候对 于平博的批判 其实牛头不对麻醉 于平博恰恰是反对缩影派 但是一定要说 于平博恰说有爱 他是要修正胡诗的观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批判 就是欲加之罪和患无词 他根本不同意 所以时间关系我不多 希望大家看一看里面的 后来有李西凡 他们两个人写的批判文章 他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 现实主义的理论来阐述胡诺门 批判于平博士主观唯性主义和实证主义 在今天你做学问 你什么主义都无所谓 是吧 在那个年代不行 是吧 他有历史唯物主义 这是正确的 唯性主义是错误的 大家看看毛泽东接近这个李西凡 是吧 李西凡 因为有毛泽东这个批诗 所以一下鸡犬升天 那里面 我的书里面应该对这个写的蛮详细的 大家又读一下毛泽东 这个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 和其他有关同志写的文献 大家注意一下 那个时候 这个关于学术讨论的问题 就像毛泽东经常干预这个学术讨论的问题 是吧 那他动不动的就来写那个 写信啊 写批示 不 于平博的两篇文章后上 请约 他这是三十多年以来 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 第一次认真开拓 做的是两个青年团以为 开样子 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 毒害青年三十余年 胡适派资产阶级维新论的斗争 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 那大人物往往不注意 并往往加以组团 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维新论方面 讲统一战线 甘心做资产阶级人俘虏 这通影片青东密史和五星传 翻译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因为当时李兰的文章 就是李希帆他们的文章 既到文艺报被拒绝 所以他转头山东大学 文史哲在那上发表 所以当时整个思想界马上就开会 开会就进行批判 其实是要清除胡适的 维新主义的影响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